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货币贬值将不会对于出口的表现带来太大的刺激作用 从负面的角度去看 货币贬值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货品价格 输入货品价格会明显的上升 我们使用的制造品或者是食品或者是颜料 他们价格会上升 另外一方面对于投资者的信心也是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从印尼或者是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如果本地的投资者对于自己的货币是有任何的疑惑 或者是信心不足的话 他们又可能是一窝蜂的把自己的财产都转到外币去 那这样子会引发不必要的金融的动荡 最后一方面就是外债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企业他们是拥有很多的外债 那如果是货币大幅贬值的话 他们要去还债或者是去还利息的话 他们的负担将会比较沉重 所以从好处以及坏处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觉得货币贬值并不是解决出口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相反来说财政政策或者是利率政策 对于推动经济的影响力将会相对的比较好 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看到G20他们的声明里面 是提出了尽量避免有货币的贬值的行动 我们是相对的支持 因为货币的贬值除了是对于出口的推动力不足以外 也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坏处